我国的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三天保持在双外处 今天一共有15人染病 其中两宗是境外输入个案 至于剩余的是三宗本土传染病例 病患全都是外籍人士 当中12起是涉及了三美兰PODAS载机场的感染群 另一个人则是手术之前进行检测的时候 发现他染病了 目前全国累计病例达到了8587宗 另外今天一共有21名的病患出院 同时连续8天没有出现死亡病例了 在今天的汇报会上 有记者就向卫生总监诺西山提问 国内55个可检验新冠肺炎的实验室 有能力检验超过36000个样本 但是为什么卫生部所通报的检测次数 却就只有4000多个样本呢 对此诺西山就解释 这是因为私人医院并没有通报 他们所检测的样本数字 所以才会导致相关的数据不完整 另一方面 我国的抗疫努力所交出来的亮眼表现 痊愈率也已经突破了95% 但是随着活跃病例 也就是还在接受治疗的病患人数 持续降低 却也为卫生部带来了一个甜蜜的烦恼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卫生部将会依据相关国家的疫情和政策 鉴定绿区国家的名单 但以目前而言 允许外国人入境的措施 还是停留在商讨阶段 一切都还言之过早 我们必须要确定 一切都要确定 一切都要确定 两个国家 这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看 在其中一个承受 和 SOP-SOP 需要与两个手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